我們先打個招呼,大家好,歡迎來到未來城市研究所 我們今天會辦一個手工藝工作方案 上次大家有來的都知道我們是多元文化行動計劃 我是多元文化行動計劃的總監譚少美,歡迎大家 今天我們會做的是什麼呢?就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或是繼宿分享一下我們新出的這本書叫做文化手作 如果手上有的可以和我們一起看 如果沒有的話,在我們的網頁上 你會看到我們將整本書已經放在網上 大家可以免費下載下來看 說一下為什麼會有多元文化行動計劃 其實我們是2013年開始的 我們覺得香港作為一個移民的城市 非常之幸運,有很多不同的族裔社群來到香港定居 有時他們來讀書,有時來就業,或者做生意 百多年來,令香港形成了一個很多元化的一個城市 令我們變成一個很獨特的一個城市 今天我們可以在不同的餐廳吃到不同國家的飲食 我們了解到他們的飲食文化 我們或者是在不同的建築,看到不同的風格 其實都是有賴這些不同的族裔 將他們的文化帶來香港 我們很希望通過這個多元文化行動計劃 令到大家都更加認識這些不同的文化 從中我們獲得知識 亦都可以很開心認識一些不同世界各地文化背景的朋友 令到我們的生活更加多姿多彩 而且我們亦都可以通過這些認識 要了解到原來世界是很大的 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價值觀 有很多不同的宗教 有很多不同的行事方式 我們要逐一深入了解 幫助我們成為一個更加能夠清楚知道 這個世界究竟的性質是怎樣 成為一個這樣有知識的人 我們事不宜遲 我們就開始今天的手工藝工作坊 今天我們要做的就是 如果大家有書的話 就是第28和29頁 這個就叫做三太極線 三太極線是一個韓國的手工藝 歷史很悠久 幫我們寫這個三太極線的故事 以及教我們怎樣做手工的 就是原本是我們中大的一位同事 金真浩教授 因為他今天就不在香港了 在韓國那裡 所以我們就請了我們的 原來發行動計劃的原來助理 Koni 陳海恩小姐 來幫我們手做一個示範 和介紹這個三太極線的文化 我們先歡迎Koni 謝謝 And she has powerpoint 是 再三 再三 下一頁 你好 大家好 我是Koni 歡迎大家今天秋空出席我們的工作坊 事不宜遲我們馬上開始吧 首先我會和大家約兩地講一下韓國的歷史 韓國最早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300多年 和中國一樣 它都有一個三國時代 當時的三國就是高俱麗、法制和新羅 到了高麗王朝時期的時候 佛教興起 在1910年韓國曾經被日本吞併 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整個朝鮮半島就由美國和蘇聯分為南北兩個部分分別托管 在這個歷史背景下 其實韓國是集合了中國、印度、日本、俄羅斯和美國的文化 我們稍後就會做三太極 究竟什麼是三太極呢? 三太極就是由三種顏色分別是紅色、藍色和黃色所造成的 分別象徵著天、地、人 合起來就是指天地人的和諧 它是由國旗中間的太極圖案演化出來的 而太極圖案最早就在太極圖說和周易中出現的 三太極符號 三太極符號也是1988年漢城奧運會的官方標誌 但究竟符號是哪一年演化出來的呢? 就已經不可考究的了 講完三太極符號吧 我們不如先講一下吧 我們就先講一下扇的起源 透過文獻 我們就可以知道 韓國的扇子已經有成千年的歷史了 在隨經 孫王奉此高禮途經 裡面就記載著 在高禮時代 人就會將蟲樹又亂的部分切片整成扇 再在上面貼瘦花的絲巢 而當時的線不只是用來撥這麼簡單 當時的文人是不會將線當作蜂蜜 或者是一些裝飾品 而是漢城唯一的財產 三太極線也有另一個別稱 叫做太極線 其實太極線有什麼用途呢? 在70年代 三太極線就是一種手工藝品 有部分人因為貧窮就會製作三太極線去出售 同時三太極線也可以是一種娛樂的用品 有些韓國人就會一路跳舞一路撥旋 同時它也是韓國的象徵 不如我們看看1986年亞運會的部分片段 第一個片段 你就會看到三太極符號 就印上在一些旗幟上面 就像這個 上面的旗幟是有三太極符號的 第二個片段 第二個片段 我們會看到三太極線就會被人當作韓國的象徵 用來歡迎不同國家的運動員來參與這次亞運會 我們先回到PowerPoint 現在的三太極線有什麼用途呢? 其實根據我一位韓國的朋友所說 年輕一代已經很少用到三太極線 通常只有做父母才有的 而三太極線也變成一個商品 被遊客買來做紀念品 同時三太極線也變成展示軟實力的一個方法 像右上角的一個圖 其實我們會看到有些人是拿著三太極線 那他們在做什麼呢? 其實這幅圖就顯示了在2007年 有一部分韓國人就到紐約去展示三太極線 慶祝在紐約大都會體育場所舉辦的韓國之夜活動 說到這裡 我相信大家都會對韓國三太極線有所了解 在正式開始之前我們就開始講一下一些材料和一些步驟 首先是材料部分 總共有七樣東西要預備的 分別是卡紙、剪刀、鉛筆、紅色、藍色、黃色和黑色的顏料 一些畫筆、雪條棍和膠水 第一個步驟就是把三太極的圖案畫在卡紙上面 然後剪出兩個線面 你會看到左邊就是我們的毛板 其實哪個毛板呢? 我猜一句 應該在我們書中也好像有的 是呀,在第29頁 如果你看到一個框框 看到嗎? 是嗎? 如果大家有本書 你可以展示到29頁 這就是我們三太極線的毛板 看起來好像很小 其實大家不需要一定畫這麼小 看你喜歡做幾大把線 其實你可以因應自己的需要 可以把它放大 然後變成一個毛板 這個就是三太極線的毛板 好 那我們是不是要做兩個? 把他們畫出來 對 好 第二個步驟 就把他們畫出來 剪出來之後 把兩個毛板 分別畫上紅色 黃色和藍色的 然後在顏色之間和毛板的邊框 畫上黑色 第三個步驟就是把毛板翻過來 在背面的底部 中間就貼上一個雪條棍 然後把兩個毛板的背面 合起來 黏在一起 讓它乾 就會完成 其實大家也可以買一個 空白的有病史線 在上面 配上一個三太極圖案 就像這個一樣 在一些白貨公司 或者在一些手工藝品店 都可能會有 大家可以去買 也不會特別貴 兩邊都是空白的 我在想 如果我們再懶點 可不可以買一把 原成的三太極線 我看到你這裡有一把很漂亮的 這些是買的 就是你做的 這些是買的 哦 其實就是你說的 韓國人 或者很喜歡 當它有一些官方的慶祝活動 就拿來代表自己的身份認同 就用這個三太極的圖案 然後後面呢 也有很多東西 如果大家看到 就是一些不同的韓國的活動 這把線 其實會不會是旅遊局出的 應該 有時候他們 有些宣傳旅遊發展局那邊 他就有時候會 為了一些宣傳活動的時候 他就免費派發給一些旅客 嗯 OK 我知道你是讀人類學的 Cony是我們人類學的畢業生 那麼 我就要考考一下你 那些三太極 究竟是什麼意思 就是有三種顏色 就為之三太極 是不是這個意思 哦 其實它分別代表天地人 但是有些人 有些部分就會記住 紅色是天 藍色是地 黃色是人 但是也有些人就會反過來 藍色才是天 紅色是人 黃色才是地 所以其實說 實際上哪一種顏色 是代表天、地還是人 其實是不可考究的了 因為可能隨著這麼多年的發展 它的意義都可能已經不同了 但我們可以肯定的是 就是這三隻色 合起來的一個 一個目標 是代表天地人的和諧的 嗯 其實三隻色 誰在上面下面 其實沒什麼所謂 只不過就是講出 在宇宙裏面 天地人所謂三才 他們的互動 和他們有一種平等的關係 然後產生到我們的世界出來 我想是這樣的意思 是 好 其實是一個很有意思的 一個文化的象徵 可以這樣說 我想 在不同的文化裡面 也會有類似這樣的行為 就是會選擇一個 他們認為是很象徵性的 一種的物件 去代表著自己的文化 和自己的一種精神 我想是這樣的 不如我們一起來學一下 Pony 你就來教我們做一下 這個三太極線 這個時候學得很好 因為天氣很熱 我想 做了出來 大家可以搏量 也是一個挺好的選擇 OK 不如我們開始做我們的三太極線 我們先要做什麼 準備 好 首先 就好像步驟一般 我們拿一張紙 而且我已經先列印了一個模板出來 根據模板 可以先畫外形 然後再剪出來 如果大家 沒有模板的話 怎麼辦 其實不要緊 可以畫一個類似馬蹄的形狀 在上面 再剪就可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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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又是 我們拿一個鏡頭來 就方便一點 大家可以看清楚一點 怎樣去做這個畫毛板這個動作 我們先用一個模板 把它列印出來 然後就在一張卡紙上面 畫出來 如果我們現在觀眾裡面 有些小朋友 也可以一起動手做的 放好你的紙 然後把毛板 把它印出來 大小就隨你自己喜歡 你可以畫大一點也可以 可以畫小一點也可以 即是上面圓下面的方 是嗎 是的 底部就是平的 OK 其實這也好像我們所說的 天圓地方 那樣的意思 是嗎 是 因為它這把線 那個形狀 跟平時的線都不一樣 是 那它這把線都叫做 團線 好 然後就用剪剪 剪出來 我們用的紙 是不是 要越硬越好呢 還是 不需要很硬 能夠剪得到就可以了 其實 硬一點會好一點 因為你想弄線出來 還有一會兒我們會黏 所以如果太遠的紙張 可能黏得不太好 甚至乎你如果想用來撥線的話 太遠的紙 就反而是沒有辦法做到一個功效出來 OK 那接著呢 放在底部 放在底部 然後就畫一個三大劑頭項出來 哦 即將它印出來 是的 那如果畫得差的話 也不要緊的 因為我們最後會用黑色的筆 去灰邊出來 嗯 所以有時候 你啥地也不用怕 是的 其實有一個流線形 看上去 即是有一種流動的感覺 是的 就好像這樣 嗯 好 我們要畫多少個 哦 兩個就這樣 一個線 兩個就這樣 我剛才剪了一個出來 如果大家方便的話 可以對摺 或者把畫質夠大的話 可以對摺一次過剪兩個出來 都可以 嗯 那我剪了 因為時間關係 我只剪一個和畫一個 然後呢 我們就拿畫筆出來 就是塗上三種顏色的 那其實我這次就用廣告彩了 但是呢 如果大家覺得廣告彩要開賣水 那可能有些不方便的時候 那不要緊要的 你用木顏色筆 都可以的 但是我們 就因為畫筆 你可以大一點的時候 闊一點的話 就容易快一點去完成了 還有木顏色筆呢 可能你要畫很久 才會實色一點 嗯 好 那接著呢 就沒有一個限定 畫位置在哪裡 那如果你譬如想 最上那格畫紅色 那就最上那格畫紅色了 那同樣地 因為我們一會兒 會用黑色筆去繪邊框呢 所以有時候少許出界都不要緊 這就是我們平時 學校想畫畫課的時候用的 是啊 廣告彩 是啊 是啊 那可能家裡很多朋友 都會有這個廣告彩 不需要特地去買 蠟筆也可以 我想 蠟筆也可以 蠟筆也可以 蠟筆 其實只要塗到顏色就可以了 嗯 還有最重要是實色一點 因為本身它也是實色的 那就是水彩那些都可以 但是水彩因為它會 本身可能會混淡一些顏色 就未必好 好顯示到那個圖案出來 嗯 那每一次最重要是洗筆 洗得工 是的 柔軟一種顏色就要洗 如果你給我呢 我猜我會由黃色開始畫 因為很混淡 我一定會 偷到亂了 如果用淺色開始 我想安全一點 會 會啊會啊 會啊會啊 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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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種文人 他們的一種 表達自己的身分 甚至是一種文人的哲學思想 對嗎 因為它包含著三太極 天地人 人在宇宙裏面的位置 所以他很重視這個知識 所以這也是一個文人的象徵 這把線 也是的 還有線就是 他當時都會分不同圖案的 就不一定是三太極 當然是嗎? 是的 還有些什麼圖案呢? 有些是竹的 甚至是不是團線都可以的 它是有些好像中國那樣 有些接線都有的 接線就方便圈帶 嗯 還有他有以前一些居所 他門上都會畫一些 太極的圖案 是 包括三太極的圖案 在網上見到過 又試過有六太極的 就是六隻顏色組成 是的 隨著哲學思想的轉變 可能太極的圖案 都會有變化 是的 最後 嗯 還有黃色 是的 一路遊都會很開心的 好像是一種集中精神 聚精會神 去做一件事 還回去中學時期 哈哈 因為最多都是去到 如果你不是讀美術的話 應該可能去到中三 就沒有了美術課了 是的 其實在家裡也可以隨時發揮一下自己的創意 拿些顏色出來畫一下 玩一下 都是一件很開心的事 是的 還有最重要是有東西 佔著廣告財集 嗯 而弄髒後面也不要緊的 因為我們始終有兩個模板去揉 你後面是不會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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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大家可能會覺得 他會覺得沒有什麼錢 哈哈哈哈 甚至我想我們現在夏天 吃了雪條 就不要扔掉它 是的 廢物利用 洗乾淨 把它把它弄乾 就可以了 那如果有一點出界也不要緊的 就好像我剛才所說 我們會用黑色筆去捲到那邊 嗯 嗯 那好吧 畫好之後呢 好像是這樣的 嗯 好 那我們要等它 吹乾一下 是的 時間關係 我已經畫好了一句 是 就好像這樣 是 我們乾了 現在乾了之後又怎麼做呢 乾了之後呢 就在邊框那裡 有黑色 或者你用marker都可以的 那我兩種都是給大家看的 嗯 首先就是 又是好像廣會菜那樣黑色 可以畫個邊出來 那那個粗又都是自己控制的 嗯 真的很自由的 喜歡粗一點有一點都可以 是的 譬如你那一刻多一點 那你想畫粗一點去蓋個邊也可以的 嗯 這樣畫出來之後 那個太極圖案就很清晰了 是的 謝謝 那在這個製作的過程裡面呢 觀眾如果有任何個問題 大家可以用那個chat 那個功能 把你的問題打給我們的 哦 你可以是關於製作的方法啦 又或者其他的問題 我們都很歡迎的 好 那示範了 用顏色筆之外呢 就示範了 怎樣用marker去畫 那其實為什麼說要用黑色筆去整個邊框呢 那除了令那個三太極圖案 顯明一點之外呢 那因為普通一把線呢 它本身的邊框呢 是會用一些皺紙去封口的 那所以其實你 外面的框框 要製作一些黑色 就好像模仿那個有皺紙 去貼到邊框這樣 那marker就可能方便些了 因為始終你不需要等它降 畫的時候呢 你都不需要怕畫 或者說 如果它還沒乾我弄傷手 會不會再增加其他顏色的時候 就會令到圖案反而變得更悶燥 那樣的 如果用sign pen 這一類就會比較乾淨一些 這樣說 會比較方便一些 還有不需要那麼小心 可能你用水菜廣告座的時候 就要特別小心一點 對 用sign pen 就比較適合更多人 那我又有問題 我是一個問題少年來的 那如果我不用這三種顏色 可以嗎 譬如我 可以用綠色 白色 其他的顏色 其實如果你想發揮創意 當然沒有問題 嗯 但如果你想跟回傳統的話 最好也是用紅 藍 黃 這三種顏色的 他們都有自己的象徵意義 是啊 很快 很快就 刮起了 我們也要讓它乾一下 是啊 那如果乾完之後 然後呢 就會好像這樣 嗯 是 那下一個步驟 就是拿出雪條棍 出來 那雪條棍呢 這支是粗的 那其實呢 我之前做了一些模型 這樣 它是用幼的 那其實粗幼也不重要 沒有所謂的 就是你想粗一點也可以 你想 覺得粗一點這樣搭上去 的時候 好像好一點 都可以的 你覺得不行啊 好像 很不成比例啊 那你用油的雪條棍也可以的 嗯 那我們就把它擺 因為它乾了 就不需要害怕了 然後呢 就用 漿糊筆啊 膠水啊 或者你覺得 想拆下來的時候 容易方便拆下來的時候 你用回這個膠紙 雙面膠紙也可以的 那我們就在後面 中間 下面這樣 擦一擦 就是在背面 中間的位置 對 接著蘋果那邊 對 接著蘋果那邊 因為 木棍都未必可能 黏到最上面 然後就把那個雪條棍 黏上去 這樣 那接著呢 我們再把 雪條棍 還有剩下那個 都塗 這個的白膠漿 或者膠水 那就再把我們另一個 上面呢 黏上去 這個過程 可能你要按一下 或者找一些夾 夾起來 因為膠水 或者 張湖筆還未乾的時候 它可能會 夾起來 可能會準備一些萬字夾 或者文件夾 這樣夾著 讓它乾透了 我們就可以撕開 對 對 先把它抹開 對 正式 就好像乾完之後 就會變成這樣 對 OK 那這就是製成品 我們先看看 就是一支 其實很簡單的材料 一支雪條棍 加兩張卡紙 還有一些顏料 就可以製成到這個三太極線 我們一路闊的時候 一路可以想想韓國的文化是怎樣 是 讓我放回這個鏡頭 先 好 那這就是我們 今天的手工 多謝Kony幫我們做了一個示範 這個很可愛 我想小朋友是特別適合的 那也有一些 大家會在韓國的旅遊紀念品店 買到很大一把 其實也挺可愛的 我看見你早上還有一把 那些是甚麼 那些是一樣的 那些是一樣的 是一樣的 OK 所以大小 都是由自己去控制 我回去想到 大的可以用來擋太陽 現在天氣這麼熱 可以拿一把出去 那也都可以思考一下 自己對於 傳統文化 可以有些甚麼能夠做得到 去幫忙推動它的成全 那韓國的遠實力 我們經常都提到 就是通過很多不同的途徑 可以將它帶去世界各地 包括這一種 有傳統意思的手工藝品 也都有很多電視劇 也都有很多電影 那我相信觀眾裡面 也有很多人喜歡追韓劇 或者是 喜歡聽一些韓國的 南團旅團的流行曲 那其實都是 通過政府的一種很主動的推動 去將韓國文化帶出去 給大家認識的 那我知道 Kony 你對韓國文化很有興趣 其實甚麼令到你這麼有興趣 其實最主要 都好像 剛才所說 因為看韓劇 還有一些流行曲 而且他們 我很欣賞韓國那邊 他們真的 政府會扔很多錢 去傳統保育那裡 然後不少綜藝節目 他們都會特意去提及 他們的一些傳統 或者他們特色的地方 其實在線紙來說 它最有名的地方 就是泉州 泉州這個地方 整線很厲害 所以我剛才提到的新聞 也是特別是泉州 去出錢 給一些山泰極線的粉絲 就拿著山泰極線去到紐約那邊去展示 泉州 是誰泉 泉州的泉 泉州的泉 不是泉水的泉 因為中國也有泉州 也很有名 也是一個 我想是橋鄉 可以說 是 北建人去到世界各地的移民 往往是通過泉州出發的 也是很有名的一個城市 所以 所以韓國原來也有一個泉州 不過也不是那個泉州 但是 你提到很正確的 就是如果我們認識多些自己的傳統文化 就能夠增加我們對自己的文化的認識 也能夠幫我們思考一下 我們將來跟世界上其他的文化 但是其實認識不同的文化 但是其實認識不同的文化是有幫助我們去認識自己的文化 好 好 我們說到這裡 我們先看看觀眾有沒有一些問題 先問我們 我們看看有沒有一些問題進來 沒有問題 大家留意一下我們有個chats 在下面 在這個screen的下面 就可以看到 你把問題打上去 你把問題打上去 我們就可以看到 可以 試一下解答一下 還有 我們要有個Q&A function 你不一定是把問題放在這個checkroom 可以打到Q&A 我們都會看到的 我們可以去Q&A 看來還有 Slide 他還有 Slide 看來 我們也還有了時間 做問答環節 看看 哪位是否有興趣 或者問一下問題 可能大家很忙 在處理手工 因為我已經做了一個 大家要做兩個 是呀,因為要慢慢的,又橫色又漂亮 最後請Conny教我們講韓文 其實你一開始就教了我們講一句 不過很快就講了,我們不是聽得很真 但這個很可能在韓劇的時候也見過 就是在剛才的PowerPoint裡面,第幾章? 第3頁 第3頁,就是韓文大家經常聽到的 我們先找回剛才的韓文出來 剛才你說什麼? 你說你好,即是Hello 在韓國,應該怎樣說呢? 如果你在韓國和人打招呼 你好 即是什麼? 你好的意思 你好 我們可以學一下 亦都可以通過這些語文上面的一些形式 形式一個文化 其實據我所知,這個意思是有意思的 所以我們用中文字寫出來就是安寧 即是你是不是安全過安? 寧靜過寧? 安寧 你問你現在好嗎? 你是否很安寧? Hatseo 也是一個禮貌的用詞 所以是捉人家安寧 或者問你安不安寧 其實是一個打招呼的,一個常用的方法 好的 我想我們學了安寧 Hatseo 之後 如果我們看不到有什麼問題 但是呢 大家看了這個介紹之後 再想到有問題 我們都很歡迎你在電郵 或者用我們的Facebook 將你的問題發給我們的 我們就盡快去解答你們的一些疑問 或者你們今天做完了的手工 很希望你們拍一張照給我看 看看大家那個手工的成績如何 成果是怎樣 那我們也要增加多些活動 不單止我們在這邊說話 我們都很希望知道你們對我們有什麼回饋 想要了解多些哪一方面的東西 我看見好像有個問題進來了 是嗎 謝謝 我們的問題是什麼 What do we have to pay attention When we want to make much larger fan 如果要做一個更大的線 這個mini版就好像很容易 對嗎 嗯 那麼更大的線 就視乎一下 你會想買了一個空白線回來 還是想自己畫的 如果想自己畫的話 就譬如你想写一個模板出來 就比較困難了 因為你想做一個A4 size的模板 可能你就要教一下 那個print那個setting是怎樣的 因為那個模板可能比較細 嗯 未必放大了之後 未必很清晰 但是如果你想在一個空白線上面畫的話 那就要小心 那個本身的線 夠不夠硬 還有要小心的是 一般的空白線的屯線 會有竹 竹會比較凹凸 不平凹 所以你畫上去的時候 都要小心 自己的圓筆狠 不要太深 讓自己畫錯了 可以容易些 方便自己插回去 改正的地方 哦 即是你意思是 我們現成買回來的這一把 所以 不知道看不看到 可能有點遠 Cony的意思就是 如果是一把 這樣現成的線 我們可以拆一把 這些就是在一般的日本用品店裡面 都可以買到 十多元一把 其實它挺漂亮的 我想剛才Cony的意思就是 它會有一支竹條 因為它要撐起一把線 它是將竹條 用竹條 用竹條 貼上兩塊紙 所以 你會摸到它 凹凸不平的 其實 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就要特別留意 畫上去的時候 要輕手一點 還是怎樣 用圓筆在稿的時候 要輕手一點 因為它會有少少凹凸不平的地方 輕手一點的時候 就可以方便自己改稿 當然 畫的時候也一樣 如果不想出格的話 就要比較留意 它凹凸不平的地方 這個就是買一把 現成的線 如果是這樣 就不需要 雪條棍 因為它已經有一塊手柄 我甚至覺得 觀眾可以發揮一下創意 比如寫自己的名字 或者畫一個自己喜歡的公仔 或者畫一個花在上面 都會挺漂亮的 這就是有自己的專屬的一把 一無二的線 至於剛才你提到的 就是如果想做一把很大的線 就是我們要用那個毛板 在打印機上 塞幾顆紙也好 或者其他 就不能夠太硬了 因為打印機不能夠用太硬的紙 我想這個是 技術上大家要留意的一件事 不過有個好處 就是 就算我們不用很厚的紙 因為是雙層的 到最後把它的底面貼起來的時候 就會變硬了一點 都能夠造成一把線 所以不是 其實我有個方法 就算你的紙是軟的 我們可以另外剪第三張紙 就是一張卡紙 是嗎 如果兩張軟一點的 但是畫了顏色的紙 把它的底面夾著 黏著它 於是我們就有一把硬一點的線 我想也是一個辦法 就是如果你想做一把很大的線 也可以試試想想 我們又接到第二條問題 就是用其他的顏料 比如水彩 木顏色 可以嗎 當然可以 但是正如我剛才說到 水彩 因為它加水之後 通常它會散開 如果你想做 好像平常傳統線一樣 那麼實色的話 水彩是比較難一點的 木顏色的話 就可能 因為本身木顏色筆 它可能接觸面 就好像圓筆 沾沾一點 所以你可能會花更多時間去游 但是當然你用水彩 木顏色 或者納筆 總之有黑色 有紅色 有黃色 有藍色 就可以了 嗯 我就在想 這個手工藝 也適合不同年紀的朋友 做的 如果家裡 可能有幾歲 到八十幾歲的老朋友 都可以試試做的 因為做這個手工藝 也可以幫助我們去活動 我們的手指肌肉 對於幼稚園的小弟哥來說 我猜到是一個挺好的練習 還有 如果對控制水彩有困難 我自己個人就很贊成用納筆 因為納筆比較粗 小弟哥拿起來是方便一點 可以用納筆來做這個手工 另外就是 我們會有些老友記 可能好像Conny說 自從中學以後都沒有做過手工 這也是一個很好的時候 可以在家裡 我們找一些 橫色筆 拿一些其他的材料出來 就去試一下做一把 又實用又美觀 又有韓國風的 一把三排液線 我們可能 可能朋友的題目都差不多 我看一下手錶 時間也都差不多 如果大家還有問題 歡迎可以用網友 或者用Facebook 再去接觸我們 但我們離開之前 我們又要Conny 多教我們一個韓文才行 我們去Tappoint那裡 我們可以多學一個韓文 才完結我們的工作方法 剛才學了 打招呼 見面 如果我們要走 應該怎樣做呢 應該說 Anyo ni ga seo 但要留意 Anyo ni ga seo 其實它是一個敬語 在韓國裏面 它有分評語和敬語 如果你想和朋友 或者評輩 或者一些下屬去說 就這樣說 Anyo就可以了 如果敬語的話 就是Anyo ni ga s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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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感謝Conny 今天幫我們 做了三太極線的示範 在大家離開之前 我們去到最後的PowerPoint 我就要賣一些廣告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 如果你想找我們 多元文化行動計劃的資料 可以去到這個網頁 或者去我們的Facebook 隨時看到我們一些新的資訊 除了今天的工作坊 接下來我們還有計劃一連串的工作坊 跟大家一起通過做手工藝去認識不同的文化 希望到時候大家有更多參與 最後我再要介紹一下我們的出版物 我們也賣一賣廣告 我們的出版物也有很多原化 除了有剛才說的文化手作 專門說手工藝之外 我們有一本也很好玩的 但是很多朋友都覺得挺有用的 就是這一本叫做 《Iconic 媽媽廚房 跨文化香港之味》 裡面有60個食譜 60個食譜分別是由 30位民族的香港的媽媽 或者是我們香港的女性 因為很多時候的女性 都是被要求負責在廚房裡面 提供家庭或者家人的飲食 裡面就承載著30位不同的年齡層的女性 她們怎樣通過飲食 去建立起和家人的關係 也因為有很多是移民的家庭的女性 她們帶著自己的傳統 或者是習俗的文化來到香港之後 香港的生活又怎樣影響她們 他們怎樣適應呢 通過一個傳統的食譜 和一個Fusion Circle 能夠表達到這一種的 能夠維持傳統 亦都同時間去改變 這一種的文化的特徵出來 每一個參加這一本書的 其實都是一個 和你和我一樣 是一個很普通的香港的女性 但是因著我們不同的文化背景 就會出現了很多不同的智慧 很多不同的方法去表達感情 希望大家在看這一本書的時候 也都看下她們的故事 以及欣賞一下她們 怎樣在香港打拼 怎樣在香港生活 還有當然最重要的就是有食物 大家可以通過這些簡易的食譜 去學會 用這些很簡單的方法 去煮一些不同文化的口味出來 裡面其實包括了 尼泊爾、印度、孟加拉 以至到印尼 我看下還有很多的 潮州、有新加坡的女性 也都有很多有趣的故事 我希望大家會喜歡這一本書 這本書也可以在《多元化行動計劃》 這個網頁免費可以下載下來 我們也要介紹一下這一本書 這個就是講 香港有18個不同的族裔的節慶 我們介紹 18個不同的又能夠參與的 公開慶祝的節慶 大家就可以拿著這一本書 就可以顯示一下 春夏秋冬都有不同的文化節慶 讓大家可以去參與 不同的族裔也都很歡迎 所有其他族裔 一起去慶祝他們這些節慶的活動 包括 比如春天 有過年 原來每一個民族 過年的時候會不同 他們做的東西又不同 吃的東西又不同 到夏天這個時候 也都有很多的活動 比如有泰國的潑水節 又有挪威人的建法日 也都有秋天 秋天又有印度的過年 又有尼泊爾人的提姐節 接著到冬天 就算冬天也有很多節慶 比如說在不同的學校 或者有不同的組織 都會舉辦一些年中的慶祝活動 特別我想介紹一下一個 這個就是瑞典人的 舉辦一個近駐聖誕節 它會有一個聖路西亞節 通過這本書 都會可以在這一處看到 到最後的一個部分 就是介紹一些一年到晚 都可能會發生的 大家就可以 偷著時間去參加 比如剛剛完了的 伊斯蘭教的一個很重要的 風災和開災節 剛剛才完成了 在我們本書裡也有介紹的 希望大家拿著這一本書去參加這些活動 並且多些認識 在裡面在慶祝的一些小數族裔的朋友 因為說到尾 小數族裔的朋友在香港 是佔我們人口的百分之八這麼多 其實我們周圍身邊都可能有一個鄰居 有一個同事 或者同學都可能是少數族裔的 我們可以多些跟他們溝通 跟他們做朋友 從而可以認識他們的文化各個方面 在很多書裡 如果大家真的有興趣的 認識深度一點的文化 我們在以前一直做的一些文化工作坊 都會出了一些小賊子 例如這一本就介紹孟加拉和斯里蘭卡人在香港 這一本就介紹印度人在香港 還有一個這個是巴基斯坦人在香港 另外我們還有一本就是 博爾人在香港 通過這些專題的小賊子 我們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對於這些不同的族裔 都有更深度的認識 我想差不多講到這裡 我們時間又很快過去了 所以我很歡迎大家 隨時如果有問題 或者有提議給我們 可以通過不同的方法 電郵、Facebook 甚至打電話過來 我們辦公室都會有人 可以收聽到你對我們的問題 或者提議 我們講到這裡 就要跟大家說 拜拜了 Conny,謝謝你 拜拜